好,我继续讲讲这个实战武术 实战武术呢,我喜欢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的看视频 看之前的老前辈们的这个拳法 现代的这个套路呢,我偶尔也看 但是我会分析,结合拳击啊,结合这个 其他的武术我会分析 他这个要真正上台了以后 他会有自卫能力吗 他真的能打倒对手吗 自己不受伤吗 不要像那个马某某一样 或者是陈某某一样 成为一个笑柄 武术呢是个好东西 千万不要成为笑柄 那么我们看哪些技巧或是拳法 对我们的技机是最有帮助的 首先呢我推崇的是散打 散打因为它是一个专业训练 它就是和人对打的 但是呢散打呢 它呢 它也有这个要求的 比方说我们不能打眼睛 不能饕当 不能打厚脖子 不能打肝和脾 两类的位置 但是呢要真正在格斗 无限制格斗的话 那恰恰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要去打的 比方说那个 我们那个 泰拳 大家看泰拳很凶狠 泰拳的用肘 直接就可以肘太阳 太阳 太阳穴 然后砸眼睛 砸脑门 然后抱脖子踢 拿膝盖拿走 很凶狠 是吧 然后呢 其实呢武术 武术民家呀 它一般都是不会给人机会 就是真正的实战武术 通常就是在三两秒当中解决战斗的 冲上去趁出其不意 插了插了眼睛 或者是 捏碎搞完 这些都是很 要真正的是要用于实战的话 这些是 需要用的 就是尤其是面对你自己 自己的命运 被坏人逼迫 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就要用这个招 然后最近呢 就发现了有一个拳 就特别符合这个理念 这个拳呢 我自己很喜欢 我也分享给大家 就是疯狗拳 疯狗拳就是一个陈赫稿先生创造的 陈赫稿先生是个武术迷 带个眼镜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 体型也不大 但是呢 他呢 就创出了这么一个拳法 据说是还没人敢去上门挑战他 因为他这套拳呢 就把忌击方面的 这个 一些要素啊 发挥到极致了 他这个拳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点 嚎叫 你各种奇怪的嚎叫 像狗叫一样 像狼狗一样 不停的窝窝窝窝的叫 你这个叫了以后呢 实际就是自我的一种麻醉 或者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兴奋剂 你想想 你对面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要命了 就是丧失这个理性了 这样的一个人可怕不可怕 你愿意跟这样的人打吗 陈和稿他的这个疯狗拳就是这样 他先让你叫 不停的叫 处于一种酒醉状态 或者是一种疯狂的状态 自己把自己的肾上腺素 拉伸 飙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然后我们知道 人一旦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丧失心智了 没有恐惧 不怕疼 然后呢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个时候 你去把你的一些 平时所苦练的一些招式 你就可以不受影响的 就演练出来 比方说你要是真正 假设你不喊 你跟一个人摆好架势 还用什么三体式 用什么这个各种启示 别人可能呢 就直接就抡上来了 你就来不及反应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个陈和稿他就 摸通了这个原理 什么我一开始呢 首先要把我心理层面要调到一个无所畏惧 然后要能发挥出我的潜能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就乱喊乱叫 大家看过李小龙的电影 李小龙 就这种乱喊 这种乱喊 是有原因的 就是震慑对方 然后提升自己的肾上腺素 让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武术的时候 如果你 就是真正跟人打架 我们说的这个打架 说的就是 搏命 搏命的时候 你出身跟不出身 完全是两种 两种是 你出身的时候 那么呢 你呢 就是把对方能吓着 然后你不出身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你就很有可能就 自己就处于一种恐惧状态 出身的时候给自己长胆子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现在条件好了 没有走过夜路 在荒野当中走路 在荒野中走路呢 有的时候就挺害怕的 挺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高声唱歌 或者高声喊叫 这个时候呢 你喊了以后呢 自己呢 就可以给自己长长胆子 就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你如果很胆小 默不作声 走在一个非常漆黑的环境当中 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稍微出一点声音 对吧 都把你吓得不行 但是呢 你如果自己有一点 发出一点嚎叫的声音 你就可以战胜这个恐惧 所以呢 我们看那个网球 网球 在打网球的时候 一些知名的选手 像沙拉波瓦 跟人打球 喊的声音特别大 很多人跟沙拉波瓦打球 特别不喜欢 他在那打叫 叫的这个 一个影响对手的心情 尤其是赢了以后 我要大喊一声 乒乓球 羽毛球也是这样 尽情的欢呼 嚎叫 打的时候也可以 打一个好球 也有叫出来 尤其是网球 挥拍子的时候 喊一声 这样可以挥舞的力度 更大一点 然后呢 我们如果带上护具 别人 就踹我们一脚 他踹过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 你喊一声 跟不喊一声的区别 你喊一声 然后他一脚踢过来 跟你在撞击的那一刻 然后你喊一声 那么你整个这个 你就相当于 就跟有这个气 鼓着这个气 他打过来 你就就有那个反弹 然后呢 你自己呢 觉得不是很疼 但是呢 你不出声 不出声 别人一脚踹过来的时候 你漠不作声 那非常疼的 非常疼的 所以就是 如果练挨打训练 或者一个人打 一个人防的时候 我们可以 就 打的要喊 挨打的也要喊 这样呢 就是可以增强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 让自己的这个 身体状态 是一种 发挥出潜能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疯狗拳 他第二个呢 就是吐弹 然后我给你打 一不小心 我吐一口弹过去 连喊待叫 再吐口弹 当你这个一下没偏过头 或者是做过什么动作的时候 立马下去 就摘逃了 抓搞完了 所以要么 当你去防搞完的时候 我一下就直接去查眼睛了 所以这个疯狗拳呢 是很 很 很邪恶 但是呢 疯狗拳呢 就正如这个 陈老师 所说 他创立之初呢 就是为了 能够 在自己的生命 受到威胁的时候 去反击 并且是当自己的体力素质 能力方面 就落后于对方的时候 我想出来的一些 救命的 方法 所以呢这个是 很值得推畅的 虽然网上骂他的很多 但是呢 不得不说 陈和稿的疯狗拳 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当然了 如果你能学一下散打 跆拳道 这些实战比较好的功夫 再配合上这个疯狗拳的一些理念的话 那就是一般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 这期呢我们就讲到这 这期间的疯狗拳的疯狗拳